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ASDA跌65点 跌0.39% NASDA跌得最少 因为NVDA的report不错 虽然NVDA一个人独涨 但是也挡不住市场整个大趋势的下挫 市场前段时间显然是涨得太多了 那么在欧洲方面 英国-0.4 德国-0.45 法国-0.27 亚洲方面 日本-1.17 香港恒生-1.38 中国上海-1.11 那么代表恐慌和摊粉的指数 从前几天的60 大概67-8 现在降到了51 美元指数104.86 美元兑人民币7.24 美元兑日元157.04 美元兑欧元保持在0.92 美国的国债 3个月 5.4% 6个月 5.38 1年5.19 2年4.94 5年4.53 10年4.48 30年4.58 石油跌到了76块7毛 布兰特油81.16 Nature gas 2块6毛 4 黄金也跌到了2364 小麦 691块7毛 5 铜 479块 按照联邦出来的会议记录来看 联邦短时间不具备下调利息的这个位置 简单的就是说通货膨胀的数据仍然非常的严峻 而且按照联邦的平常目标2%的CPI的目标 显然还距离的是非常的远 而且按照目前的数据来看通货膨胀短时间要压到目标不太可能 因此如果不考虑政治不考虑经济衰退的话 完全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话 联邦是短时间不会降利息的 但是市场基本上一直预期在这个11月前会有降利息的动作 一般的说法也本来认为 Fedal Resort有一派是要在大约 有的说6月有的说9月要降利息的 目前没有人知道 不过按照联邦的会议记录来看 短时间降利息的希望不大 第二个比较重的数据就是 自从美国暴力加利息之后 美国在money market上的资金 从3.6兆月升到6.1兆 那么代表说有很多的这个freedom cash 是在money market上面 这些钱这么多 很可能随时会进入股市 也或者进入债市 因此债券的利息如果不降 那么还是会有很多的资金 standby会进入股市的 因此股票市场 目前的peer ratio 大约在20到21这个地方 按照长期的这个过去十年的peer ratio 是大约在20到25过去更长时间的peer ratio 应该是在18左右 因此以这样的判断 peer ratio目前是略微偏高 因此做一个市场短期的修正 应该是合理的 但是市场要说掉了超过10% 也不太容易 因此市场可能在这个下面的这段时间 可能会面临一个小的修正 可能是5到10% 当然我们不具备预测无来的能力 这个只是根据市场目前的peer ratio 和一般的资金的这个流向 做的一个这个可能性的推断 不过以目前来讲 投资人必须注意到 美国的国债 这个长期的隐忧仍然存在 加上中美的贸易战争 以及产业链的锻炼 造成通货膨胀不容易下降 通货膨胀不容易下降 利率就不容易继续下降 那对市场基本上是一个危险 有一些commercial的Restate 基本上因为他们的 目前的借贷的利息非常的高 可能会在8%以上 甚至是10% 因此有一些短期 债务到期的这个commercial Restate 可能面临一些风险 同时一些小的银行 也因为过去买了 这个低利率的长期债军很多 也面临了不同的Paper的Loss 这些都是市场的隐忧 投资人在目前 还是要采取一个 比较保守的 Diversified Portfolio 同时要注意资金的流通性 我是肖音响 电话713-988-3888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